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就很天真的 啊我们要去庆祝庆生 庆祝我的生日 母难日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生日嘛 首先这句话 它就是一个祝福的一种就是言词嘛 那首先为什么叫母难日 主要就是因为当我们出生的这个时候 从母亲怀胎到我们出生 尤其在出生的那一刻 就整个过程啊 其实对母亲来讲其实是很痛苦的 就一点也不舒服 尤其在最后出生的这一刻 母亲的身体就怎么讲说 就像撕开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像受难一样 即便我们现在的医学已经很长迷了 对不对 母亲生孩子的分娩的这一刻 都希望说能够是自然分娩 尽量不要去动手术这样子 但是有时就是情况不允许 或者说母亲体力不够啦 或者什么情况啦 或者说母亲直接就决定说 我不要就是自然分娩 我要动手术 那就是要挨一刀 然后留下一个疤痕嘛 这尤其对女性来讲 她们当然这个对自己的这种伤害 都是很辛苦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一天这个就是母难日 这一天出生的是母难日 像我们以前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就很天真的 我们要去庆祝庆生 庆祝我的生日 但是我们讲说 以往的这种庆祝法 就这一天我们会很放逸 甚至可以很花钱 但是完全忘了母亲的那个困难 那我们佛教来讲 讲道恩 讲孝道 今天这一个日子来讲 其实我们讲说 都不应该再像以往的那种放逸的那种生活 过一日一天一夜的放逸的生活 然后我们反而要想起说 母亲对我的怀胎事业中间受的痛苦 然后最后那一天生我的那一天 那种死心裂肺的那种危险 即便今天的医学很昌明 其实在分娩这一刻 它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那在久远的过去 像古代那个更危险 就是难产母子这些双亡 甚至生产下来 母亲她我们讲流血不止 或者是虚脱 她直接会死亡 所以在这一天来讲 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 我们的生日这一天 也就是母亲 她一生中很危险的这个时刻 其实我们就是不会去像以往这样放逸的 就是庆祝 反而想想说我可以为我的这个母亲就是做些什么 比如说小到做一张卡 再简单到一个包包 说一句话 今天我来了 可以不可以是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是一个 然后再来为这个母亲的这一天 为这个生日 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或者知道她喜欢什么 为她安排这样子 这种种种种的就可以很多心态 然后包括我们讲说 比如说 就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心仪的女孩子 我们会做出很多很多 那个给她惊喜的部分 是不是这个时候在妈妈身上也可以很活泼一点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说 这样子每一次的生日 用这种感恩 孝敬的这种方式 去回馈 去表现出我们对母亲的这种孝敬 和那种敬爱之情 我觉得就是 她不只是一种报恩的心态 我总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是 对我们本身的成长来讲 我觉得说 那是很重大意义的 比如说 每次生日的时候 我都能够知道母亲怀胎 就是把我生出来是多么的危险 然后养育我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我每一个生日 我都必须这样子去清楚知道 所以我决定不能够颓废 所以我决定不能够颓废 我必须要活得好好的 我必须要活得很有成就的 让我以这个来报答我亲爱的母亲 这样子 所以这种就是对母难日的一种纪念 我觉得它反而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就是很有力的策利 甚至是说 它是从佛教的业力的角度 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很好的心态的养成 然后就是很好的业力 就是其实在这里不但修佛也修慧这样子 当然其实这些像佛经里面讲的 就是要让要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 当然透过这些这些举动这些想法 我觉得说就是像佛经讲 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报恩的 怎么回事